从瑞金市区向北约30公里 就是著名的大摆地 90多年前 一场对红军来说生死攸关的战斗 便在这里拔响 村里的王室宗祠正在修缮 当年就在这座祠堂里 红四军前尾部署了作战计划 毛泽东诸德决定设置伏击圈 痛击尾随而至的国民党军的两个团 1929年2月11日上午 当国民党军进入早已布设好的口袋阵 红军随即向被困之敌发起进攻 大百利峡谷顿时枪声大作 沙声震天 就连毛泽东也抄起一把枪 和战士们一起通风 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拿枪上战场 敖战士中午 红军共避伤敌军三百余人 伏敌八百余人 脚枪八百余支